郑爽被罗金聊到害羞不知所措,唐嫣不会吃醋吗? 炎炎的夏日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,因为孩子们中高考结束,马上迎来暑期,又有很多吃的玩的看的了,暑期的电视剧也变得格外多格外好看。 今晚,6.18,又有新剧要开播了,而且主演是大家喜欢的郑爽妹子。 不说大家也猜到是哪部剧了吧,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。 之前就看到郑爽和罗进拍摄画面,感觉很甜蜜很美好,期待已久,终于要播出了。 明天,有关于两个人拍摄花絮的小视频流出。 视频里罗进和唐嫣两个人坐在餐厅里吃饭,罗进是背对视角,而爽妹子手拿棒杯红酒一直在和罗进对话,说的时候也一直和布隆嘴,完全像初恋般的模样。 说到最后,罗进突然笑着来了一句,为什么脸红啊?不知道两个人在说什么甜蜜的话吧。 爽妹子背过身去修着脸向导演求助,音音音,导演。 爽妹子坐过来之后,罗进又问了一句,还笑得不行,自己耳根子都红了。 看到这里,网友们都说花絮都这么甜,证据不得ho人吗? 还有,罗进这样聊爽妹子,唐嫣不会吃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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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